新型冠状病毒 为州新增275例确诊 稍后带来详细报道 目前全澳的活跃病例为3491例 3459例为轻中度病例 32例为重度病例 澳洲疫情动态 澳大利亚联邦代理移民部长艾伦塔奇 与教育部长丹特汉今天发布联合声明 宣布一系列为国际学生提供的签证便利 这包括重新为澳境外所有地方的学生发放签证 这意味着当边境重开后 学生们就将持有有效签证 且可以立即安排前往澳大利亚学习 如果国际学生曾因疫情原因 无法在原签证有效期内完成学业 可以免费再次申请学生签证 对于目前在澳大利亚境外通过网课学习的学生签证持有者 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可以纳入申请毕业工作签证时 所要求的学习时间之内 曾持有学生签证的毕业生 如果因疫情导致无法返回澳大利亚 将有资格在境外申请澳大利亚毕业工作签证 对于需要提供英语语言成绩的签证申请者 由于疫情期间相关机构和服务受到影响 他们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时间将获得宽限 哈吉表示 这些措施支持了我们的第四大出口产业 也就是国际教育产业 并将帮助该产业从疫情的打击中复苏 维州今日新增275例确诊 一名80多岁的女性死亡 这使得维州死亡病例总数升至39例 新增病例中28例与已知病例相关 有246例正在调查中 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表示 自5月中旬以来 该州约80%的新增感染病例 是由工作场所传播造成的 包括私营养老机构 违反社交距离和其他疫情限制措施的企业 在面临1万澳元的现场罚款外 还有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和经济处罚 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 将维州不断拨动新增病例描述为 过山车式的增长 并表示 这个数字未来可能会更加拨动 萨顿教授警告 没有绝对明确的迹象表明 数字在下降 他同时表示 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将有助于降低工作场所的风险 另外 维州政府将向被要求 自我隔离的老年护理机构员工 一次性支付1500澳元补助 但他们不能以病假理由缺勤 对维州酒店隔离系统的司法调查 已于今天上午开始 该调查将由退休法官詹尼普科斯负责 御用大律师托尼尼尔协助调查 5月底和6月初 维州多起新冠病例与隔离酒店相关 随后 安德鲁斯政府要求对该系统进行司法调查 调查将关注政府机构 酒店运营商和私人承包商之间的沟通 以及他们的决策和行动 调查结果将于9月公布 在新州近日新增的20例确诊中 3例与Crossroads酒店群聚病例有关 这使得与该群体有关的病例升至48例 1例是在维州感染的 目前正在隔离中 8例与Weifero公园的Tai Rock餐厅相关 4例与贝特曼斯湾的军人俱乐部相关 目前新州卫生部已经建立临时诊所 并进行接触者追踪 以控制军人俱乐部的局部疫情 新州卫生部门表示 7月13日、15日、16日、17日 去过士兵俱乐部的顾客和工作人员 必须立即接受新冠检测 并且无论是否出现症状 都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 与此同时 北领地政府宣布将新州 Uropadalashire视为新冠病毒高发地区 此前 Uropadalashire所辖贝特曼斯湾的军人俱乐部 出现12例确诊病例 目前 维州全境 悉尼 兰山和Uropadalashire 均被北领地政府视为新冠病毒高发地区 北领地上周五 7月17日 重新开放边境 但所有来自高发地区的旅客 必须在霍华德普林斯检疫中心 接受两周的强制隔离 期间2500澳元的费用资历 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甘纳表示 该措施立即生效 过去两周去过Uropadalashire 和从当地出发前往北领地的旅客 均使用新措施 零售工人工会表示 联邦政府需要引入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带新疫情假期 这样 出现症状的人就不会再想坚持去工作了 工会全国事务官杰拉德德维尔表示 很多员工身体不适当却不能休假 因为他们要么是临时工 要么是合同工 另外工会要求联邦的新冠工资补贴计划至少延长6个月 国库部长乔什福来登伯格本周四将宣布 对就业者工资补贴Jobkeeper计划的全面改革 据估计到9月底这项计划将花费联邦政府700亿澳元